快乐华当 98.3 快乐配偶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邦邦 现在时间18点整 轻松聊时事 规邪谈政治 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快乐聊时事 这部时间 我是朱祁林张小博 好 这个又到了美洲的 周一 刚刚蛮有趣的 刚刚来电台之前 因为其实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今天有跟大家来报告 就是这个 本人的路朋友 昨天晚上出车了 就在这个便宜 住了一禮拜就对了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终于这个 光复高雄 不是啦 光荣出院了 那刚刚就去接他 那因为 这个去接他的时候 时间比较早 我就想说 好吧 那就先来电台这边 因为我开车 这个怕会打车 我就想说 那中间也没有地方去 不如就先来电台 然后呢 来电台的路上 就看到这个 天气其实不错 然后我就跑到 我们的这个高雄新规划的 这个金鱼 金鱼体案 其实就是过去的 这个光荣码头 这一带啦 所以这一带就对了 现在 整个规划起来 其实蛮漂亮的 那我就在这个 现场啊 就拿手机拍了一些 蛮漂亮的照片 那在拍照的同时 我就看到 应该说我听到 什么 我听到这个 这个 星座杯的声音啦 这些 正新助议员的声音 我就想说 哎哟 这个在海滴 在高雄的 这个海滴 哪会 哪会听到 这个 哪会听到 听到电台的声音啦 原来是有一个 杯杯 他就 身上放了 那个收音机 然后在 我们的 海 这个高雄的海边 在那边散步 那我就觉得说 哇 真正是 很常遇到我们的听众 包括 呃 上礼拜的时候 我去赵洋那边 参加一个 林凡 狗有 法 的 这个 这个 沿特会 就对了 那一天 沿特会的时候 因为时间 比较寒冷 我没有带到外套 我就穿我们 东部的 这个 干部外套 就是 上面有写我的名 张博洋 三个 里 那么大就对了 我就 穿那边 骑自车 当然 你知道 穿这种外套 骑自车 你就更大了 就是不可以 骑自车 完蛋就不能骑自车 OK 结果 那个 天王当时 就有一个 阿姨 他就一直看我 我就想说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他就给我叫 他说你是张博洋 我说对我本人 他就说 这个阿姨就说 他平常都在听电台 所以真的是 我们电台听众满天下 这个 到处都遇得到我们电台的听众 真的是很常 很常在 活动 包含说 阿博的时候 这次是我们高雄 我们的这个 阿博生 这个 兵献祭 在 战恶库这辈子 我也到现場去参加 就对了 在现場也是 对到电台的听众朋友 所以真的 在我们高雄 这里 我们快乐电台的听众朋友 真的是 随处可见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也感谢大家 收听 好 今天要跟大家说很多新闻 收声第一 当然是 预告一下 待会6点20分的时候 很久 因为他到台中上班后 就很久没出现在电台里面 我们另外一位 暂时我们这位主持 宇甄 我们红山的女人 李宇甄 就对了 那宇甄 他现在的人 就在台中 博伟 3Q 陈博伟 这大家 来做这个 算是他的 直行中 就对了 啊 因为最近 开始有这个 罢免陈博伟 这团体 开始 贏表 说要开始 第二阶段的年数 他们是暗算说 为近开始收收到5个分 他们必须要收差不多3万多分 这样可以 它是2万9千分过关 过关后就可以来投票 就对了 但是 以保险来说 应该要收到3万4 3万5 才算保险可以通过 就对了 因为你要去算说 有些可能没客戒 你贏年数这种东西 我们真的贏到很有经验 就对了 啊 所以这个 今天 我们待会6点20分的时候 我们会来连线 我们会来连线这个 宇甄 李宇甄 来邀请他来说看看 诶 在台中这一堂 我们 这个 陈博伟 3Q博伟的这个团队啦 面对到这一堂的 罢免 宇甄作为他的这一堂长 怎么来看这件事 啊 其实是这一堂 是因为 因为这个 呃 前两天的时候 前两天的时候的 博伟 他刚好因为会认到 媒体问他的这个问题啦 啊 媒体问他什么问题呢 其实媒体就问他说 你怎么看待 看待这个 罢免案 哦 因为现在 就是说 郭民党他说 要来 渐停 对 吴思瑶的罢免 他要把他的火力 全部都 集中 在 占Q 陈博伟的台中这一堂就对啦 所以他要渐停 哦 也很感谢 吴思瑶委员 其实他在第一时间 就跟大家说 要把陈博伟帮忙就对 也很感谢他 啊所以 这张的 博伟会回应到这个媒体的提问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 尊重每一个公民 因素 联合的管理 但是 既然呢 有人啊 選到跟台南伴会的政党 这个政党 什么政党 应该不用我解释 大家都心知肚民就对 他说 你选到跟台南伴会的政党 跟跟台南伴会的政党 跟台南伴会的政党 他跟这个政党的名字说出来 他说 这样你 就没有主角 叫做公民团体 啊既然你没有主角叫公民团体的位 我们也没法对你来尊重 因为你们这些人都是所谓的 假公民 假公民 因为你跟国民团站着会 你就不要在那里假 OK 啊结果呢 这句话说完了 当然国民团啦 包括到这个 把免团体啦 包括到这个 有一个叫做租学痕 什么宅神的这个人 就开始跳起来就对了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真猪猪 是这个租学痕 他就跟陈伯伟 他说 有这个陈伯伟是没有特色 自己为他做法庭 在做啦 哦 听起来 哎呦 这个听起来很快喔 他说陈伯伟 这个人是做法庭 因为他都没把人反对的人 叫做假公民 但是这个 大家有 认真去思考看看 伯伟 他刚才说的那句话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不是台中的公民 是假公民 他说 跟国民党站起来做会的团体 叫做假公民团体 啊 结果呢 当然国民党就跳起来 这些 这些外围 这些所谓的侧义啦 这些帮路上官 这些拿的 全部都跳起来就对了 就说 这个陈伯伟 把立委当做公民团体在做啦 但是齁 但是齁 也要跟听众朋友齁 咱 稍微冷静来思考一下 齁 齁 这个 有一个家族齁齁 爸爸做立委 立委做了之后 传给他们儿子 啊 他们儿子儿子还可以在台中做府議上 齁 到底是什么人把 这个政敌母家变成公民团体 你知道吗 就是说家族啦 这就是 你知道过去公民团体就是 这个 传子不传贤 那就是都是他们家族的人就对了 ah 就这样做完了然后 那个做完了 他们ilen子儿子 worrying his hijo овые Uhm 就是这样一路圆 trifle 所以你要说做州 Hair hov 杰拉父的爸爸妈妈喔 都是 就是让他们 sing的啦 就是让人家员工的啦 也不是跟同财团企业啦 公簧 其实说真的 爸爸妈媽是材团啦 我們都沒有政治的背景 你要說如果我們這種是做風帝 那種有家座可能是做上帝你知道嗎 所以我都不知道說出選橫的批評到底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這種是做風帝 那真的是做上帝就對了 而且你去問台中 就是說 我不知道就是過去 我們為什麼會去選台中帝離選區 人家會說他叫翻轉台中 人家會說現在很好的台中的選民這個結構 台中過期的這些地方的選民要讓他整個翻過來 為什麼大家要對他有這個假夢 因為過期人就都認為過期在地是風帝 所以大家希望新的力量 新的成年年人的這些精神和力量 在這個選區裡面來拼 所以真的在地方做風帝的那是陳柏惟 其實不是啊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人給他賣陳柏惟在做風帝 我有感覺說拜託你也幫幫忙 在地區裡面 什麼人是風帝 他們說不清楚嗎 大家不清楚嗎 所以 看到這個批評我覺得蠻好笑的啦 當然這不是第一道齁 第一道人賣不對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說這個主學很美陳柏惟說你做風帝 他到底是在賣陳柏惟 還是在賣另外一個人你知道嗎 正前還有另外一個叫連勝文的也是一樣 他說陳柏惟在做風帝 我想說你這也很醜 你知道嗎 你到底是要罵陳柏惟 還是要罵另外一位同學 就是我覺得這些人都滿搞不清楚狀況的啦 我跟他連勝文跟主學很應該要去組一個團隊 叫做國民黨豬隊友聯盟 然後就兩個一直幫國民黨調分這樣子 很好笑啦齁 那當然啦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嗎 因為張齁 我在那看這個中國新聞 他就一直出一直出喔 他領到一個香 他就出一條新聞 領到一個香 他就出一條新聞 對 新聞一直出一直打 出幾條你知道嗎 第一條我給你報告啦 第一條說齁 陳柏惟嗆這個 嗆嗆公民啦齁 啊一個鑰匙啦 一個藥師啦 一個藥師啦 這個藥師上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說藥師說齁 沒有尊重民意的人 將被人民所淘汰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喔 為什麼一個藥 誰知道他的藥師是誰啊 中國時報竟然 隨便抓了一個路邊阿貓阿狗的文章 然後把它寫成新聞 然後說齁 你看 連這個藥師都看不下去了 你怎麼不去看我媽媽寫 就是 我不知道 中國時報的發稿的標準是什麼 就連這種 路邊一個我根本不知道誰的人 然後他寫的文章 你也可以拿來寫成新聞 說有一個藥師批評陳柏惟 你怎麼不去寫公園管理員 還是大樓管理員說批評陳柏惟 莫名其妙你知道嗎 這個超級莫名其妙齁 還有喔 這個什麼台中選民嗆 可能罷掉陳柏惟 然後還有什麼呢 這個 連這個潘中正的帳號被檢舉 都還有人說呢 跟陳柏惟一樣 然後呢還有說什麼消費傷痛挑起對立 然後 中國時報連帳出了七片 連帳出了七片的新聞 在把陳柏惟抓就對了 喔 我想說哇塞 現在是陳柏惟要選總統啊 你竟然 就是 我們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獲得了紅色媒體高規格的待遇 就是這些媒體真的是矛起來的針對陳柏惟 我剛才說的是中國時報 還有中天新聞我還沒說 還有連學報我還沒說 就是說這些所有的我們認為說 比較偏紅色比較偏男色的媒體 全部都學做會 連帳 對這個陳柏惟來開砲就對了 能夠 哇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榮幸能夠獲得 這種紅色媒體高規格的待遇 OK 那你知道上一次 上一次應該說 呃 之前幾次 有這種紅色媒體這樣子矛起來 妥力全開的 時候 是什麼時候你知道嗎 大家有沒有印象 第一道 是韓國瑜要選 高雄市長的時候 第二道 是他要選總統的時候 第三道 是中天要向外條的時候 第三道 第四道 是黃潔 黃潔的 中天要向外條的時候 這些紅色媒體 全部都怎樣 全部都一直寫 一直出 一直配平 就對了 而且他們配平都是怎樣 都是就是說 有的是共產的新聞 有的是挑割他去寫 明明就沒什麼事情 但是他挑割他寫得很極端 很極端的就對了 極端不知道大家要怎麼說 很極端的 OK 所以齁 你看這些高規格的待遇 大家會覺得很恐怖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今天如果在地園 在地園 在地園一個地園還是議員 請用罷免 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地園 還是議員 他不在幫地園情緒建設 他可能不在走 不在做事情 這樣請用罷免 有這樣子的案例沒有錯 但問題是 今天你這裡地園的東西 變成是怎樣 是紅色的 是跟中間最好的媒體 在地園操作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罷免案是因為 地方建設沒有嗎 還是因為這些人 這些罷免的人 叫做陳寶衛的人 一 沒有得到中共的喜愛 阿共托雅他 我記得就好了 紅色媒體過去最為誰服務 大家知道嗎 紅色媒體專門為兩個政黨服務 第一個叫做中國 共產黨 第二叫做中國 國民黨 這兩個政黨 就是 讓紅色媒體 服務的對象 專門吃他們的案 專門幫他們做事 就對了 OK 說八個紅色媒體 就是他們這兩個黨的膏 OK 來 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 紅色媒體 火力全開 要把陳寶衛 揶下來的時候 你覺得這是 怎樣 那 富學什麼人的利益 當然也是富學 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國民黨的利益 所以 這個台中 這個所在 這個 拔變成播的團體 叫做3Q 刪除的3 它叫做3Q團體 阿 成播的3Q是1 2 3的3 這兩個Q不一樣 這個是刪除 這個是3Q OK 這段 不需要運動 我跟大家報告 我總結 幾句話說 第一 它是中國 共產黨最愛的一個政黨 叫做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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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鋸公民有什麼不對 我覺得陳柏惟 鋸公民已經很客氣了 因為這在我來說叫做中國公民 鋸公民沒什麼 鋸公民太多 台灣一大堆鋸公民 但是 中國公民這就有趣了 你知道 中國公民在我們台灣 無台灣的社會運動 這叫做相討 這個叫做滲透 所以這張整個罵案裡面 這張叫做公民的人 其實這就是所有的中國公民 當然我們也是很榮幸 我們去由中國的國民黨盯上 我們也被中國的媒體盯上 我們還被中國的公民要罷免 全台灣怎麼有什麼好康的事情 這些中國全部都找到最爛 當然這是 基本的態度就是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絕對會堅持到最後 最近真的 包括我 包括柏惟 包括宇貞 我們洞裡面很多人的臉書 我們只要破文軍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的民眾 來留言 跟我們說要加油 柏惟要把它收好 當然我覺得這張運動裡面 很簡單 我們過去 我們選前大運做的事情 我們一項沒有減 沒有減做就對了 我們選後我們覺得可以 第一道有食物 總是很多東西 第一道學識嘛 我們覺得選後後 我們有食物 立法院裡面有食物 我們全國也有很多政黨 我們由高雄 台南 加伊 台中 東方 城 到台北 以後還有伊蘭 有這麼多的東部裡面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們以後也會繼續來做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真的在這個地方 柏惟的打拼你們有看到 一個年輕人的南部 說八個南部 到東部去打拼 到台北去發聲 這是一個為南部這樣一路 我說八個在台灣南部算正腳 這是一個 一天年輕人的南部一步一腳印 從高雄開始慢慢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台中的海邊 又繼續走走到台北的里蘭伊 裡面 替台灣人發聲一聲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故事 我們要繼續 繼續跟我們講下去 要繼續走下去 要繼續走下去 那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幫忙 我們當然 我們應該做的,我們會繼續做 待會到20分的時候,我們講到回來的時候 我們會邀請到柏尾的餘增 餘增也是我們當中的幹部 他是中央當部的組織部主人 我們會叫餘增 也請餘增跟我們分享,是台中的地方 在地方第一山看到的實際上的一些狀況 其實台中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新聞,講過正經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 前一陣子,這個政總統馬英薑先生 這個馬先生呢,他說什麼 他說要解割到這個逃亡的藻礁這個問題 最好的辦法就是要重啟盒事 我都不知道是怎麼掛一個眼袋去想到拍檔 他說要重啟盒事 你知道嗎,盧秀燕很隨便 馬英薑說要重啟盒事 結果就有人寫文書,學者寫文書說 這樣想重啟盒事,不錯喔 可以刷到台中來放喔 結果今天每天就去問盧秀燕 就問說,有學者寫文書說 這個盒事可以放在台中 這個,請問你覺得怎樣 當然盧秀燕到 這個盒秀燕到 這個盒秀燕,這個有一個盒 叫做這個 這個什麼話都盒秀燕不敢說 這個盒秀燕真的盒秀燕不敢說 他就笑笑不回應就對了 我就覺得說,哇塞 人家說要把盒秀燕不敢說 但在你家門口 又怎樣啦 你都也會害逃嘛 你都也會養逃嘛 他今年是笑笑不敢說 你知道嗎 媽媽市長 沒有看過那麼心狠手辣的媽媽 媽媽市長 要做媽媽市長 你家要把盒秀燕不敢說 你說沒有意見 你說笑笑不敢說 真有趣 來,說句話 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 來 我家人比起來了喔 就一直找沒頭路是要怎麼啦 不用擔心啦 新北市有年輕人專門的救援界位 不管是打鼻子要找頭路 還是飲食感的訓練餘技之常的喔 新北市的救援好不出 都可以到三角喔 聽說有補助嗎 是啊 上官補助有24000塊 這麼好 我家人有希望了啦 年輕人找頭路有希望了啦 年輕人找頭路有新百財 這酒驗好不出就逃動了啦 快樂年報忙祝大家 找頭路都順利 丹太太 你讓檢查出來是潛伏結合的感染症 需要進一步接受治療喔 侯叔叔叔叔 什麼是潛伏結合的感染 敢會團燃啊 不用緊張啦 潛伏結合的感染 是表示 雖然有結合群感染症 但也不怕起來 所以會團燃給別人 這樣喔 潛伏期是最好的治療時期 在好的機會有高雄以上喔 啊 外交時間加油啊 完全治療 醫生說過 由醫生好禮包 一杯關鍵素提供 沾邊時事 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 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導 全國性議題 地方性議題 社會觀白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永遠跟聽眾聽到底呢 快樂聯播話 歡迎回來快樂聊十四節目時間 我是主持林張小柏 好我們這一節呢 我們要來call out 現在人呢 齁 在台中這個 海山在線這個海風啊齁 我們很久沒有在節目上跟聽眾朋友來 這個 聊聊天齁 他是我們台灣基金的組織部 朱林李宇貞 哈囉 宇貞 哈囉 各位山西的空中的台中朋友 大家好 我是宇貞 大家好久不見 你剛才是不是想說山頂還是山頂 山頂 山頂 我是說山頂就很趣 山頂 山頂 山頂的黑狗兄 感謝齁 這個 宇貞現在人在台中嗎 對啊 對齁 因為 欸 除了說台灣基金 做這部主任以外 港頂的時候 也是記得 李維成波瑋的進行中 是 所以現在人都在台中 啊有的時候會到台北這樣 啊有的時候會回去高雄 OK 今天齁這個call out宇貞齁 主要是想要來 請宇貞跟我們聊一下齁 因為今天下午有發生一件事齁齁 但是這個脈絡剛剛有跟聽眾朋友齁 有來解釋齁齁 就是說這個 柏尾齁齁 早安其實他就說啦齁齁 這個要把館的團體跟公民 跟這個國民黨職貞 基本就是假公民 啊 結果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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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大家說一下 嗯 說一下 你昨天有聽到朋友 大概說到這個文章裡面 是在說什麼對不對 是是是 就是說他有四點嘛 第一個是說 博偉是講說 中國時報一天發了七則新聞 提到我啦 根本就是韓國語的規格 對啊 宇詹剛才說在博偉的團隊 一天跟中國時報跟你說 其實因為博偉每天的新聞很多 所以說 特別看著說 注意說是不是中國時報特別針對他 不過最近是真的說 中國時報哪有這麼多 在這邊就是瞧瞧偷偷的 跟大家透露其實有一些記者 媒體朋友也有來私下詢問 那也是幾天在 中國時報裡面在 吃頭肉的記者 他們問說他們是真的有出道欺騙 是不是 我就找 查一下啊 把這些東西都找給他 對啊他也當然 幹完之後他就 回了回家做辛苦了 所以我講 其實我也覺得說 這些記者媒體的朋友 其實 是真的辛苦啦 有可能說 在台風就是台中的報問 有人出這些新聞 網路的 網路的像小博也知道嗎 因為小博現在是我們新聞 有的時候他們網路的這個 記者跟地方 才被流失分開 對 所以說他有可能說 啊沒說好 就變成啊 港街西頓地 24小時裡面 有這些新聞 都是在說 陳柏惟 是 對啊 因為齁 這個我跟余真齁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在台風 實在一些 台風的記者的時候齁 有時候地方的記者 他們其實是寫一些 比較地方的觀點啦 啊 政治性的齁 其實是他們的 台北總臺那邊在寫啦 嗯嗯嗯嗯 啊包括柏惟也有說到說 第二點啦齁 他說齁這個 這個核能發電廠目前正在討論齁 可能是在台中的第二選區啦齁 啊他就想要問說 鹽寬河您剛集齊這個核電發電廠 啊如果您沒有集齊 您剛有辦法遂吼 中國國民黨齁 不要把核電放在這個地方啦 噢你們 呃我在那邊是想要問你的 污染比較嚴重 所以說後來我們就想說 我們要轉就是藍氣 因為藍氣就是藍天藍氣 這就比較乾淨 就是說你的空污污的問題一直很嚴重 雖然我們都知道在秋冬的時候 空污有很大部分的來源 它有可能是境外移路 中國來的 整個中國這麼多來 對對對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都希望說 藍煤可以儘快把它轉成藍氣 就是藍天藍氣 部分是降低我們自己國內的污染源 所以說在岩寬恒在做這個禮物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常常聽到說 啊有什麼市長要反對 從藍煤變成藍氣 這個告禁憲主席 這個南中第二選服是國委 這個中央建護是民進黨的時候 就會發生說 不管是這個盧媽媽市長 還是說這個像 岩先生 岩寬恒先生 這樣子的地方投忍 聽聽的在藍氣的機組 或者是說這個儲存槽 要裝設的這種說明會上面 常常會聽到他們反對的聲音 所以我就想要問 誒 你是把台中人動作是什麼 像現在這樣的情況 想要變成是藍氣的時候 可以讓空氣污染降低的時候 你們為什麼要反對這個東西 這是第一點嘛 就是說藍煤變成藍氣的時候 你在反對 第二點就是說 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也有看到小伯 你有發一篇文嗎 就是大家去詢問盧秀燕說 誒 大家都在說有可能會在中部這邊 台中這邊設置一個核能發電廠 其實胡雄院竟然沒有回應 過了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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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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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有覺得說奇怪 應該你論上 人要把這些東西等待來台中 你作為一位媽媽 你應該出來 很大聲要叫說不行的m 這還覺得沒 那時候我就想問說 媽媽市長 你想要留給下一代的 難道就是不能發電廠嗎 是 我剛才看到一個新聞是 台中的環保局長 他說一句話 他說他也其實非核家園 但是核電可以討論 我想說 那就是放你們家跟白人家而已 那有什麼好討論 那你不要 你如果沒來 不然你告訴我你要放哪裡 我記得說 歐年有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是在說什麼 就是大家在調查 關於核能發電廠這件事情 裡面有七成的人 是說他們贊成核電 但是核廢料不要放我家 或是核能發電廠不能蓋在我家附近 這個有七成的民眾是這樣 第一組是什麼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核能好像比較乾淨 可是我不希望他在我家附近 這個換句話來說 我們講的比較直接一點 就是根本就有七成的人 不願意核能發電廠蓋在台灣 對啊對啊 對啊沒有錯啊 結果現在就是說 國民黨反而是反其道而行 你看這個 一開始說雜交 公公就跟你開始說要去核四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你自頭到尾都在想核四這件事情 真好 啊主要齁 今天這個苦澳也是要簽語珍 就是說 除了博偉今天婚姻的這篇文書之外 就是說博偉 現在語珍在台中家 在台中家 在台中家走 對這個法案 有沒有信心 就是說 我們現在整個都有這個 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信心把它擋下來啊 對不對 我感覺是這樣啊 台北婚的民眾 他不可以簽這些連署出 我們是尊重啊 因為當然 大家都有大家的這個 身為公民的權利啊 那我還是要強調一下啊 因為畢竟 今天言寬恒 還是說有些這個媒體民眾啊 就是段章區域 柯偉的話 柯偉他前天說的其實是說 任何跟國民黨站在一起的公民團體 都是假公民 你的意思是這樣 是 所以說 今天真的任務說 柯偉做得不好 這裡有一個任務 沒有在做任務做的事情 他們去簽連署出 我覺得這個無可厚非 當然我們就是尊重 那 我們自己跑起來是這樣啊 就是我們可能在選舉的時候 去掃市場的時候 都收到的這種加油聲 都只有比現在去跑市場的時候 還要熱烈 哦 哦 好奇怪哦 真的假的 哇哦 真的 然後我自己覺得說 是有點冷冷啊 今天你有看到中天 他們其實就是現在中天新聞 他們就轉YouTuber了嘛 他們還是去做了一些街坊 那街坊的民眾 大家都在那個玩音嘛 第一的就是 他們去街坊那些連署的民眾啊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歐柯偉都在打嘴炮啊 什麼東西 歐北講話啊 那我自己覺得說 柯偉 他確實在講話方面 比較大聲 對 但是我們一直以來的立場 都一樣嘛 就是對於這種國民黨的立場 我們一直以來 一路走來死忠如意 柯偉覺得說這也沒什麼好怕 啊第二點就是 過去不管是台灣基進 還是說柯偉 我們其實都有出層級單 那我相信民眾都是蠻有感的 也因為柯偉很有存在感 所以才會說 有這麼多人 不管是在新聞上啊 網路上或在地方上面 他們可能對柯偉就是 有比較多的意見 你想想看的 如果是說作為一個領域 你可能沒有聲量 或者是說你沒有在做事情的時候 其實別人根本就不會知道你有存在 嗯哼哼哼 是啊 對啊 所以武昌時代 像中時這種比較偏 這個 我跟你說 或是中天這種比較偏 因為紅色媒體 是 對 然後他們用這麼多的篇幅 來講柯偉的壞話 或者說來攻擊 我也有 有時候甚至的 我也說這可能是一種認證啊 喔認證 對 我們真的有在拿台灣做事情 所以他有這樣動控出現 是是是 那想問一下 因為這個 我昨天也有看了一下中天他們那個Youtube 聽眾朋友你可以去搜尋中天 空一格陳柏惟 你就會找到一大堆中天做的影片 每次都是十三分鐘以上一種專題報導 我覺得中天是不是很愛人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真愛真愛 對啊 然後他那個報導裡面就是 我都看他們去接訪民眾嘛 然後就說什麼 都在地方看不到人啊 民眾都會說什麼 我是在地人 我都沒有看過陳柏惟這樣 我就想說 欸我們一大堆少年家 全部都在地方 一年三八六十五說 在那裡走耶 然後你說都沒有看到人 到底是你沒有住在這裡 還是我們沒有在報導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有兩個部分 可以讓各位請求朋友來報告 這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柏惟的團隊 所以在地方五個選區都有服務處 嗯 所以說大家如果是真的有事情要拜託 還是說那些什麼困難 都可以到我們的服務處來找 啊 我們會盡量來找三天 是 所以這是第一點 啊 整個服務處齁 都有一個主任 還有一個秘書 那就是基本兩個人 啊但是除了這個主任秘書之外 我們其實在台中的總部 也就是烏日服務處這邊 還有另外二樓也都有三到四個人 在處理不同的業務 所以說我們在地方 還加上說 有國偉 進行主席 跟他的媽媽跟他的哥哥 都寄去台北 哇哈哈哈哈 整個火都起來就對了 對 整個火都起來了 所以我們差不多 有差不多有十六到十七個人 在台中替大家說 所以我會覺得 第一個當然 如果他們根本就沒有想要找我們 不論是他視而不見 看到我們就當 就像當作靈性人這樣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也是一樣 有些可能 真的是支持我們的朋友 內分的這個選民 你如果是真的想要說 我們可以去林道拜訪 或是說有些行政 你想要說 委員 或是說我們的主任 可以到的位 就拜託大家 把這些資訊 傳給我們的 無關主任啊 秘書啊 還是說傳到 我們這個3Q層部位的粉絲專益裡面都好 可以到的 我們就行就行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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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或是說主任 在路人 遇到一些事情 他們會說 我們都沒看到你在找 主任就會直接問他們說 那我實際可以 可以跟你要一下 你們家的這個地址 或者是說 我去哪裡可以找得到你 啊 可以的話 我們就會盡可能的台拜訪 是 用這樣 記得 用這樣的方式 想辦法說 我們真的 也是想要跟大家來多接觸 然後聽一下說 台中地方的選民 到底對這個地方有什麼期待 過去我們所說的證件 就是可以做的 我們就是盡量 繼續往前推進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如果他們都不願意提供地址 也不願意告訴我們 去哪裡可以找得到他們 那我們就知道 他可能對我們 本來就沒有這種期待 哦 那講這種 講這種 啊我們都看北京的家 人都沒有在地方找 我覺得這個就蠻願望 莫許有的罪名啊 是 因為這個 我自己這邊也會收到蠻多民眾 就是傳訊息過來說 我們這個牌隊 有什麼話題 有什麼話題 可以搖掐柏尾 還有這種 比方說什麼大學的演講之類的 其實我們 廟還是要跟我們聽眾朋友來講 就是說 我們這個團隊其實 平均年齡真的蠻年輕的 對不對 余蓁 對 我們大概 三十出頭左右吧 哦 真的 大概三 三四三 差不多啦 哼哼哼哼哼 真的很年輕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年輕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 應該說年輕人容易犯錯 可是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其實也很容易 可以說是更快速的去修正 我們的這個步調啦 我覺得相對的比較沒有包袱 然後彈性也比較大 那也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得 真的是第一次去到台中這個 到台中的選區來進行這個選區的經營 那我們也很 人家跟我們說 我們都很願意聽 也很願意去改靜 最怕的就是像那種韓粉那一種有沒有 他根本就沒有看過你 然後他也不是這裡的人 可是他就到處去跟人家夾消息說 你看我都不要看過他 不要看過他 真的真的 在台中的方向就是這樣 不過這個只是我們從選前 就接收非常多啦 包括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也常常會聽到說 這個陳柏惟好算你也沒在走 我們常聽到這種風聲 但是就是 就是像剛剛小柏說的年輕人 有年輕人的優勢 就是年輕人都蠻不怕吃苦的 對 至少我們是真的蠻誠懇 希望可以繼續在這個地方經營 長長久久啦 嗯哼 這是一個部分 那大家如果說有相關的邀約 除了丟三四層不會 還可以丟小柏 還可以丟就是我的粉磚 這樣 我們可以處理的 我們都盡量處理 是是是沒有錯 真的其實蠻辛苦的 像宇貞 其實我們都開玩笑說 他是風聲的女兒子 結果他現在都在台中 算是說到台中這邊協助 因為其實對基進 還是說對部位來講 台中這個地方真的是 我們的重中之重 所以說我們看中央東部位 組織部主理也是到第一層 來進行這個 但是這個 宇貞我也想問一下 就是說 這個 因為其實宇貞 是我的 算我的學姐 因為在 我來基進 正前宇貞就在這裡 算是第一代的幹部 那因為最近 其實我在高雄這邊 其實媒體朋友也有在問說 宇貞 每年2022 還會回來這裡算 還是宇貞現在 有在做這個整個 我幫大家問一下 就是你對明年有沒有什麼想法 明年喔 我覺得 目前的這個當務之急 當然是我們要把 陳博偉這期守下來 那這當然也包括說 為什麼 做為一個風刷的 十五個還要來台中 就是因為 這是台灣基進的第一期 目前當然也是 唯一一期的立法委員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可以 讓大家知道說 台灣基進不是一個 只會喊什麼 台獨啊 或者說只會喊說 我們要入政啊 什麼年輕人 要讓年輕人怎麼樣 怎麼樣的政黨 可是除了要會 這個選舉的時候 可以搶得出這些政見之外 也要包括說 你如果真的當選了 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你有沒有辦法去實現這些政見 所以說是為什麼 一個風刷的十五個還要 走到台中就是這樣 至於2022的選舉的話 我想 如果這一戰 我們可以順利的 把各位這個守下來 那當然會很想要再回到家鄉 然後替家鄉這個服務 然後全力以赴來想辦法 讓這個基進在未來的 高雄市議會裡面可以更強大 這種人 對啦 未來應該會想要全力 顧在這個部分 好 OK 沒有問題 非常感謝這個 宇貞 今天我們線上call out 然後給宇貞請她來跟我們說明 接下來 因為這個 我聽說二階段 已經預計五月中之前收滿 收到三萬份 2萬9 門檻是2萬9 OK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台中 開始在收這個連數 就對了 對 我們也是一樣 有在地方的風聲聽到說 他們大概要收六萬份 要收那麼多 對 每一區都有配額 比如說 烏日可能配1萬2 或是大度配1萬1 那透過什麼方式去配 我們可能都聽過幾個風聲 比如說找地方的頭人 或里長去吃飯 啊 啊 就跟他們說 他們大概要收個幾千份 或是怎麼樣 或一人發個十幾二十張 要求你要寄回來 但是在這邊 也是想要跟大家做一個宣導 大家都明白 可能這個動票的時候 有所謂的會選 的問題 但其實 收連組書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如果說 在這個收連組書的過程當中 有人說用錢跟你買 或者是說用一些不當的 東西跟你喝 對 啊這個一樣也是會觸犯 這個選霸法 哦 嗯哼哼 所以說 其實也是要 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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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收證 然後存證 同時也可以去跟地檢署來做檢舉 因為他們如果是用錢 或是說用一些不振利益 來要求別人交連組書的話 其實最高可以儲到幾年以下的有幾分 哦哦哦哦哦 就是會罰錢 罰一百萬以上一千萬以下 嗯哼哼哼哼 OK 總之我們就是我們不求贊 但是我們也不畏贊啊 哦 可以這樣說啦 當然會希望說各位公眾也聽眾朋友 是是是 你如果是一些朋友真的說 對我們在做的事情有一些誤解啊 我們其實也都很希望 可以去跟他們面對面來溝通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如果你們有支持的話 也希望大家這個在 不管是社群軟體上面 還是說在跟朋友溝通的時候 可以幫我們以正式清智 嗯哼哼哼哼哼哼 好沒問題 非常感謝雨貞今天的這個說明 剛才雨貞的這個請託 那我們也要再拜託我們的聽眾朋友了 真的拜託 好OK 那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非常感謝雨貞 拜拜 拜拜 唱遊高雄 體驗在地人文風情 到高雄遊玩 輕鬆又有趣 搭乘高雄便利的大眾交通工具 跟著我們放遊大高雄 小雨清風落戀花 戲弘如雪點瓶沙 妹你在吟詩作對啊 我是在讀宋朝王安時的中山晚部啦 感覺春天讀這首七言絕句 特別有感覺 那你知道在高雄市 就有煉花可以欣賞嗎 真的嗎 在哪裡啊 高雄市政府啊 在這幾年 在許多公園 道路綠地 校園等 都種植了不少原生樹種煉樹喔 說不定我騎機車有經過 只是沒有停下來好好欣賞 是啊 煉樹在三到四月 春天開花道初夏 春天冒出新綠的嫩芽 也同時開滿紫色的花朵呢 我最喜歡紫色了 哥在高雄市哪些地方 可以欣賞到煉樹啊 現在在衛武營公園 勞工公園 五甲公園 河堤公園 又昌森林公園 凹子里森林公園 捷運站周邊等等 都可以看得到煉樹喔 三月最適合騎乘自行車 邊吹著風邊欣賞風景呢 剛好在這些煉樹種植的場域附近啊 都有U-bike微笑單車可以租借呢 太好了 那我們假日一起去騎單車漫遊高雄吧 沒問題 放遊大高雄 輕鬆樂無窮 以上廣告由交通部大安會 以及高雄市政府新聞局提供 快樂台灣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來快樂聊時事這部時間 我是朱淇琳 張曉波 好 那個剛剛非常感謝 宇貞接我們的call out 那也非常謝謝宇貞的說明 我感覺 就是說 當然台灣這幾年齁 有這麼多人在說 所有的這個少年人齁 應該要來參與政治啊 參與公共事務啊 當然這幾年我也聽到這麼多的 四大人 我們的長輩都會告訴我齁 要交給你們年輕人了齁 這個以後又靠你們了 等等的鼓勵 其實都很多人齁 都對我們有願望 對我們有驚望 就對了 但我覺得齁 有時候真的就是說 呃 你看到那種很認真 很心 就是說很認真的 去做一些笨笨的事情 怎麼說笨笨 意思就是說 宇貞其實他原地是 他承大工業設計 他設計師啦 如果他專心 他在 2000 我跟宇貞差不多都是2014年 開始跟台灣基進 來做技工 宇貞比我更早 而且他是幹部 我那時候是技工 其實如果啦 你看按照 按照宇貞的原地 人生的道路來說 他應該 如果做他的設計師 他絕對可以過了 比現在還要好幾個部的生活 生活 生活不管是品質 還是說他的收入等等 都非常的好 但是我覺得 台灣就是有一批傭人 你知道嗎 傭人就會去做一些笨笨的事情 比方說你就會 比方說像宇貞就離鄉背景到台中 博威也是離鄉背景到台中 然後到台中 然後去經營一個非常辛苦艱困 而且對方還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地方勢力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選區 但是這些人 將來不能說過自己很辛苦 他們也不能抱怨過什麼東西 他們就是很認真 很肯定去拚 我覺得 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應該要做的是 給這些辛苦的人 認真的人 我們要讓他們 雪中送炭 而不是去給人錦上添花 就是說 辛苦的人應該要獲得肯定 辛苦的人 辛苦的人 或者是說認真努力的人 踏實的人 他們應該要獲得社會的肯定 而不是投機的人 然後不是那一種 你本來就含著金湯池出身 獲得了一些成就 然後大家覺得他很棒 他本來就會很棒 因為他是含著金湯池出身的人 所以 我覺得這個社會 對年輕人有非常多的期望跟期待 當然年輕人也不能夠說 因為我是年輕人 大家很喜歡我怎麼樣 不是 是因為 你身上有那個改變社會的能量 然後你能夠去做很多的事情 那 當然 老一輩的人把他們 餘生 所累積到的 他們的上半輩子所累積到的 可能是財富 可能是經驗 可能是智慧 然後 他們又巡迴到年輕人的身上 這個社會才會往前進 你知道嗎 這個跟年輕的概念是一樣的嗎 就是說 年輕如果老的領得多 年輕的領得少 那年輕當然就會破產 那一樣嘛 社會在往前的時候 如果老一輩的人 他們都沒有回頭去問下一代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去幫助他們去實踐的話 那當然社會就沒有辦法 永續的往前去推動 那反而是說 老一輩的人 年長一輩的人 他們有了智慧 有了經驗 有了財富 有了社會地位之後 然後他們再回頭 去對一些比較年輕相對的 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所謂的資源的年輕人 然後 去提供一些幫忙 提供一些建議 甚至是去提供一些鞭策 那當然這些年輕人才有機會 繼續往上走 我感覺是這樣 因為我最近在做 我最近在做一個小實 不是小實驗 我就是 因為其實都忙 大家有時候都忙 那像我的話 其實我有時候 有時候 我大部分 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處理 我們黨的一些 比如說會員 新聞的會員 或是我們有記者會 我們有一些 議題 要去討論 就對了 當然我也有很多朋友 都會跟我說 你要經營自己 你也都經營動 你經營自己 你要選擇 就對了 所以我想說 但是 說到八 我現在的職位 也不是好選人 所以當然是 以黨務為主 那我最近呢 就在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 逼自己 每天 都至少要 生一篇文章 然後呢 就是 每天早上 就是發文 就逼 想辦法去逼自己 然後我前陣子 就有一個感觸 你知道嗎 我突然想說 我們 沒有背景 沒有寬 沒有寬 沒有錢 沒有錢 好家才有頭殼 哈哈哈哈 還要說自己有頭殼 對好家才有頭殼 就是說 我們 我們 是說 沒有逼別人 我們也不是聽他講的 我們也不是 像連聖文英雄 含著金湯池出聲的 那 我們如果 我們沒有比別人 還要打拼 比別人還要吃 比較多苦 我們真的 什麼都拿不到 你知道嗎 不是說 拿到寬位 還是錢 意思就是 如果你想要 去達成一個目標 你想要 去完成一個理想的話 可是 你又不是 含著金湯池出聲的 聽說 那怎麼辦 沒有怎麼辦啊 你就只能 別人睡 你睡 八小時 你睡四小時啊 別人工作 九小時 你要工作十五個小時 我上禮拜連續 嘗試三天 工作大概 十六個小時吧 我差點死掉欸 我類似 我上個禮拜六的時候 清晨六點 然後腳就抽筋 阿對那天 早上高檔有一個 快跑回 阿我就隨傳 給那個理事長 Amy姐 對我很照顧 我們百姓的理事長 我跟她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人在便室裡面 樂福 因為我腳沒辦法走路 阿我們家住了那個 酒公園 一個月蠻人 酒公園那是四樓 我又沒有電腿 你知道嗎 阿我 早上六天中間之後 我起來 我差不多中間 阿人沒鬆快 到八點 我發現我沒有辦法走路 我就只好 從床上用爬的 爬爬爬爬爬 爬到我家浴室 然後到浴室之後呢 想說怎麼辦 要熱敷 可是我又不知道怎麼熱敷 我就用熱毛 我就用毛巾 把我的腿包住 然後拿那個蓮蓬頭 我去沖那個熱毛巾 然後就變成一個 天然自動熱敷器 雖然在 現在缺水的時候 講這個好像會被罵 但是 我當下我也想不到 什麼熱敷的方法 然後就在那邊 毛巾包著 弄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 終於可以走路了 然後到中午 我才去參加那個研討會 好啦 這小插曲 然後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最近 我真的覺得說 真的有時候要 要逼自己做一些事情 那 才會 才會有所進步 然後 畢竟我們 我們真的就是 要什麼沒什麼 當然 你去逼自己 你才會能夠去進行一些 一些突破這樣 好 那最後 最後來跟大家聊一些 這個比較輕鬆的新聞 這個蠻有趣的 齁 就是呢 這個 奧運 大家都知道奧運 原來是去年要辦嘛 我去年 我去年 我去年買日本的基票 原來想要去奧運 但是因為我沒有抽到這個奧運的 這個外賓資格 所以我沒辦法你們去看 所以我現在就算了 沒要七月分去 我就拜二月分去 拜二月分去 拜二二八連假要去就對了 因為二二八連假要去 前一禮拜要去 連假沒辦法 今天很多人 結果後來 因為這個百姓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記者回 所以就沒辦法把它出銷就對了 可能這個奧運 因為 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 已經延後延後 延後到 今年的七月分 中意說 現在有可能 七月分要辦 但是重點 看疫情跟疫苗 這個狀況 不一定七月分的辦成 就對了 過最近 這個 國際奧委會 這個 IOC 他就說什麼 他說 這個 這個 今年的夏天 熱人 時 他要跟中國 合作 要提供 中國的疫苗 這些要去日本 參加奧運會的選手 就對了 夭壽在怕死 你提供 你提供 生理時間水 還沒辦法 頂多就是皮肉痛而已 你如果提供中國疫苗 給我的選手 你知道嗎 這叫做種族大滅絕 你知道嗎 這就是 這個 這叫做genocide 你知道嗎 大屠殺 拜託 不要害人 結果 這個國際奧委會 說要讓 這個 要去日本選手 打疫苗 最恐怖的是什麼 最恐怖的是 日本的 東京奧運委員會 裡面的 發言人 他就說什麼 他說 蛤 我怎麼都不知道這件事 我們現在 因為日本 我給大家報告 這就要 叫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都說什麼 他說 民政黨 沒有開放 中國的疫苗 連勝文說 這叫做 關起門來做三大王 大家知道 日本也沒有開放 日本有比台灣 到先進 沒有 日本也沒有開放 中國的疫苗 叫我們台灣沒有開放 我們要顧 國民的安全 叫國民黨 日本也沒有開放 日本也沒有 日本也沒有 日本是落後國家 不是吧 我跟國民黨 聯合政府 跟國家都不應該開放 中國的疫苗 OK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說 後來 日本也公開說 他不會接受 中國的疫苗 給他們的選手 施打 真恐怖 拜託 你這個IOC 是給他們滲透 國際奧委會 近年說 買中國的疫苗 給這些選手 你是想讓東京奧運 真正是成為史上 最後一次奧運 就對了 真有趣 不知道在想什麼 我感覺是去往滲透 好 時間關係 很感謝聽眾朋友 今天就收聽 那明天晚上 同一時間 我們共同在會 我是張曉波 大家晚安 掰掰